今天分享螺丝说好吃的做法 一起来看看吧 先把五元前买来的螺丝放入盆里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咱们的双手使劲的揉搓揉搓 揉搓干净后再加入一次清水 再加入少许香油 然后静止一个小时 让螺丝煮出泥沙 趁这个时间准备少许的线椒切成辣椒圈 切好后放入碗中 这时螺丝已经铺好泥沙了 咱们到处冲一下水 然后再用钳子把螺丝的尾部处理掉 全部处理完后倒入清水里 再适用咱们的双手扣洗扣洗 把螺丝洗到水清为止 接下来锅里烧水 然后加入螺丝 再加入两个八角 少许姜片 少许料酒 去腥去腻味 最后加入一勺盐增加体味 等锅里水烧开后捞一下帽子 然后再煮两分钟就可以了 煮好后咱们倒出控干水饭 接下来锅里烧油 油热放入一块火锅底料 焦火翻炒一下 炒出红油 再倒入葱姜干辣椒 翻炒一下 炒出香味 再把焯过水的螺丝倒入锅里 稍微给它翻炒一下 再加入少许的料酒 去鸡腥 然后锅里 加入少许盐 少许鸡腥 少许白糖 小半熟的生抽 然后翻炒翻炒 化开锅料 然后再加入少许清水或者啤酒 转焦缓 煮五分钟 汤汁收到开干户 倒入咱们切好的片段 然后转大火翻炒一下 把线椒炒断成蔬瓜 这样一动香辣过瘾的炒螺丝就做好了